嗨 我是一位小二 今天我們邀請到了大來賓 就是林佑佳 這一次帶來了新的演唱會 要來到新加坡 這個演唱會 它其實對我來說 更像是一個作品 那麼久沒有來新加坡 就想讓新加坡的朋友們看到 林佑佳最棒的一面 在看IDOL演唱會的時候 他絕對不會像你看過 任何一場華語的演唱會 很多人都會想聽到 少女這首歌嗎 對不對 可以跟新加坡的粉絲 講一講這首歌嗎 少女這個歌啊 是之前 林佑佳比較少的曲風 但是也許可能因為歌詞很有趣 第一句的歌詞的寫照 其實就是講我 我想要買一間房子 可能不需要車子 最好像一兩個孩子 來扶著我們的樣子 這歌很有意思 跟你才約會一次 人生從此沒其他大事 因為我遇到你們那一天 我就只是覺得 你就是我這輩子最重要的事情 在我結婚跟有小孩子之前 我覺得我的人生是 看不到一個終點的 我的事業跟我的家庭哪一個重要 我覺得我的家庭讓我變成更好的人 因此我覺得我的事業做起來好像更棒 那我們說回你的音樂好了 當然 還有另外一首歌 就是說謊 一轉眼到現在其實已經有十年了 現在結婚了 重新唱這首歌 你的感覺會成為不同 跟說謊這種歌的相處 他更像一個老朋友 因為你知道 我不管今天去任何一個表演場合 大大小小的舞台 我都在上面唱過說謊 說謊對我來說 他已經是一個 像有生命的一個人一樣 那我們今天不唱那首歌 但是有另外一首歌 你一定要唱 這首歌就是 這首歌就是東宣 我們開始吧 這首歌就是東宣 我們今天希望來一個兜圈升級挑戰 蛤 我以為唱完就沒事了 沒有 想要挑戰的就是加快版本的兜圈 你們一名沒辦法的兜圈 那麼大學的 噔噔噔噔噔噔 我們現在來一個 加快虎倍版本 什麼 如果我的學校 花對花也大塊變 有一場浪漫的愛 是難忘在此前 你會在花花時間 大花謝你被捏 被捏 被捏 這一場演唱會 大家都非常非常的期待 那是在4月25號 晚上的8點鐘 在新加坡市民體育館 最後有什麼話想要對新加坡的粉絲說嗎 這次可以把IDOL來到 帶到新加坡來真的是非常興奮 希望可以來我的IDOL演唱會 給我一個機會把你變成我的粉絲吧 謝謝 肯定會 肯定會 這邊要特別謝謝NIO醬 謝謝 謝謝